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高兴啊 能参加咱们这个笑里相迎 本来啊 我给大伙儿一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结果出门着急 都忘拿了 不过还是祝愿大伙儿身体健康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人这个身体呀 特别的重要 呦 呦 这是个人哪 这是 这是个名人哪 我不算名人 盛伟老师 您老师 我太激动了 我看见名人 那个名人 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有问题可以问哪 你有家大人吗 这话问得跟骂街似的 不是 那个你父母还健在吗 怎么说话呢 不是 那个就是你父母身体怎么样 哦 关心哪 嗨 我父母身体挺好的 不可能 查查吧 能查出病来 你会说话吗 您别瞧我这话说的不好听 话操 理不操 我这个逻辑他有点职业病 您什么职业 会长 我会长 看你这意思应该不会长了 哪你就会长 养生协会 我千年王八万年归 养生协会会长 你这名字炖汤补 有机会让你父母找我去 我给他们查着 保证给你查出病来 保证查出病来 肯定的 那查出病来以后呢 宋健康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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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宋健康 你这种人我明白 你就是打着宋健康的旗号 高价销售保健品 还宋健康 你这种人 你就是骗子 你还要脸吗 你还要脸吗 我不要了 你说我干嘛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就我怎么成骗子了 刚才上来 我给大叔带礼物 礼物呢 忘拿了 那懂个包袱吗 这是包袱吗 听见了没 喊喊 讨厌 我祝大伙身体健康 这是好话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不是我那意思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我想说 我就问问你怎么祝的愿 我让你气祝愿的 怎么着 我真成骗子了 你就是骗子 我们才是关心大伙的 身体健康 不你关心谁了 谁有病 我关心谁 那你知道人谁有病 你就有病 什么 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就我这意思 我能有病吗 你别抬杠 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 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 大伙也见证一下 我有没有这实力 不要钱 分文不取 那行 可不可以 不要钱行 请您账号 你看这体型 你就是水刚成精了 你就是 你还没病呢 什么话 你颈椎有问题 哪我颈椎就有问题了 你带手机了吗 随身携带 平时玩吗 这你算问对人了 我最爱玩手机 这就是病 这是病 早到俩眼发晕 脖子发僵 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 那么难受 这些现象有没有 还真有 低头足 这就是病 这就是病 病 行行行 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干嘛 好多低头足呢 按你这意思怎么 都得病了 他们玩就没事 你玩就不行 我怎么不行 你比他们寒碜 这有关系吗 我不说话了 亲爱的朋友 您上眼看 您看这张脸 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不 哪不一样 没下巴 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 你看他这 摊摊一下的 没有啊 不不 这也不是啊 干嘛 这个我没下巴 这是天生的 天生 可能吗 天生的 你父母有下巴吗 有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有 连邻居都有下巴 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那我那下巴呢 问得好 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 导致颈椎变形 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 现在这是没下巴 很快你就没嘴 鼻子 很快你没脸了 没脸了 没了 那我怎么办呢 痴啊 痴 怎么痴啊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 普通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 好 好